当您不知道毕业后如何就业的时候 当您不知道生活中如何减压调整心态的时候 当您不知道如何处理夫妻关系的时候 当您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创业的时候 什么叫包容呢 就是把所有的是非恩怨都搁你肚子里消化了 什么叫毅力呢 就是当别人认为痛苦的时候 看不见光明的时候 你看见了黑暗的尽头 如果我要解决我的情绪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认知 我得认知我的情绪 比方说我现在特别害怕 那么我要承认我特别害怕 作为一个真正的领导者 他的目的不是要成就自己 他要成就他的伙伴 女人在职场上 女人在这个朋友的交往当中 都没有问题 你会觉得她是一个特别好的女人 但是一旦当女人需要动用性别角色 去解决问题的时候 比如说在男女朋友相处当中 她就会爆发出那种超乎寻常的韧性 游蜜网每天力邀成功人士 与您分享有关求学 就业 情感 创业 职场发展 心理健康 人生理想等多方面的成长心得 游蜜网特别制作问答节目 在路上 苏秦 著名情感心理作家 新女学发起人 她是时下最火的情感女王 长期关注女性发展 她所开办的苏秦情感诊事 是目前国内最受欢迎 流量最大的情感交流空间 总流量逾三亿 此外她还是著名的情感心理作家 其作品包括20岁跟对人 30岁做对事 七天女学馆 爱情医生 爱情记 以及轰弄一时的非常品红楼 本期节目苏秦与您共同探讨 女人20岁跟对人 30岁做对事 男人喜欢任性的女人吗 男人都是直线条的动物 男人永远是怕麻烦的 他之所以之前觉得说 哎呦 你任性的时候特可爱 是为了是追到你 但是一旦追到之后 这女孩千万别把这话当真 一旦她追到你了 你成为她女朋友了 你不断地去跟她任性 不断地去跟她折腾 那她肯定是有一天会爆发的 而且我知道 其实女人她有一种这样的心态 就是女人在需要她动用社会角色 去解决问题的时候 她是会变得跟男人没什么区别 很豁达很大度 那比如说女人在职场上 女人在这个朋友的交往当中 都没有问题 你会觉得她是一个特别好的女人 但是一旦当女人需要动用性别角色 去解决问题的时候 比如说在男女朋友相处当中 她就会爆发出那种超乎寻常的任性 所以很多男人就觉得很纳闷啊 说之前那时候明明看她是一个特别好的 然后特别大度的这个女孩 为什么说一旦相处起来发现她怎么这么任性啊 其实这就是女人在性别上的一种天生的角色 但是我们要知道 其实女人需要克服这种天生的这种性别的角色 因为你不克服的话 你老去跟这男朋友折腾 然后老是动不动跟她大哭大闹 然后半夜两三点了还要折腾她 这其实对男人来讲是一种非常大的一种伤害 因为男人她最讨厌的就是女人不断地跟她耍小兴 因为我们要知道啊 其实男人特别像孩子 孩子都是爱跟妈妈去折腾的 你要是妈妈老跟孩子折腾 她肯定受不了 其实女孩的任性应该会挑时候 比如说她今天挺高兴的 然后我跟她稍微撒点娇什么的 她肯定会觉得你挺可爱的 如果本来说她今天就加班 又被老板骂了一顿 你还去跟她任性 说你今天跟我约会迟到半小时 她肯定要跟你吵起来的 但是日后在相处当中 因为恋爱它往往是一个随着时间的增长 女人的这种个性会越发地趋向于成熟 这时候她还年轻 她还可以装一装小女人撒撒娇任性 然后再过个几年 她可能说这种撒娇任性的这种心思会少很多 我们现场女士 请大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怎样的男士在你的心目中是一百分男人 我觉得就跟我老公差不多吧 你老公是怎么样一个人啊 我老公个子很高 然后他脸比较长 然后很黑 性格非常的温和 然后他对人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也很孝顺 很有事业心 我首先比较看重是男士的爱心 首先要孝顺 然后呢就是责任心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 我觉得首先有一个很高的责任感 其次一个很幽默 胸怀也比较宽广的这样一个男士 总而言之吧 就是在情商和智商上都很高 我觉得外表要比我高 比我胖 然后收入要比我多就行 他各方面都比我强 就能在社会中或者家庭中扮演好各种角色 咱们女生是不是这个要求有点太高了 没有 其实我觉得在场这些姑娘已经很含蓄了 因为我见过特别多的女孩 她们总结的100分的男人就是又帅又贱 然后又要一表人才 又要有钱才 然后又得会在我跟前装奴才 反正各方面都得依着我的 这才是100分 不然少一样的都得砍10分20分的 我问一下现场男士 觉得自己符合标准的男士请举手 三二一 没有一位是吧 也就是我们大多数男生都觉得 自愧不如达不到这个表 对啊 如果说都能达到的话 现在姑娘不至于这么挑都挑剩下了 现在我们不是说有一观点 叫100分的男人遇不上100分的女人 也就是说这两类特别完美的对象 它往往没有一个特别完美的结局 因为有很多这种美女帅哥 他自己就说 说哎呀我们长得帅 我们长得美 所以我们特别清高 然后往那一坐就等着别人来追我们 当然来追你的 也许他们会觉得说你太帅了 我看你没有安全感 相反那些小美女们不敢去追她 往往是那种长得挺平实的那姑娘说 哎我追追试试吧 其他的美女没人追她 她没准就接受那长得不太美的了 所以说现在其实往往是这种条件特别优秀的人 她往往有一个身架子 那她端着这个架子的这个过程当中 往往就错失掉她很多的这种特别完美的姻缘 因为我记得在一期节目的时候 有一位韩国的主持人叫赵守震 当时他是未婚夫现场来向他求婚的 当时他的未婚夫一出场的时候 我们都给震住了 长得太帅了小伙子 反正至少相貌比他强啊 而且年龄还比他小 还是姐弟恋 然后当时我们就问说谁追的谁啊 然后这个守震就说了 说我追的他呀 他说因为我觉得这小伙子不错 虽然他一开始对我没感觉 他说但是我觉得我属于内秀型的 我一定得好好追他 然后一定得好好制造机会 让他能够看得出来我有多优秀 最终还真被他追到了 但是现在其实很多女孩的这种恋爱啊 他往往就停留在暗恋那个阶段 他往往就说看一个男孩不错 哎呀我就暗恋一下 然后我就在这等 然后我在家里等 他怎么什么时候还没有心电感应到 还没有来追我呀 他往往就很多恋爱 就在这个暗恋的这个过程当中 环境当中就已经玩完了 但实际上我们的暗恋 你得让他知道 在这种基础上再更进一步 应该是可以增加成功率吧 女性如何区分真正的追求者和烈焰高手 有些男人他就是很想得到你 然后我看见你 我喜欢你 我爱你 我就希望你能够成为我的女朋友 我希望能够拥有你 但是另外一种 这种仅仅是想要得手一个女人的男人 他是不是这么想的 之前我们有一词叫极油 他会觉得说 我要不断地去认识这种漂亮的姑娘 然后脚踩好几只船的这种 去跟他去交往的话 他一旦得手之后 他立马会跟你分手 他享受的是那个追求的过程 对他就是享受的这种捕猎性 因为男人都有捕猎性 受猎的过程 他一旦得到这个猎物之后 他立马就会没兴趣了 所以说我们针对的是这两种不同的男人 如果说一个男的就是特别诚心诚意的 然后又单身的来追求你 我觉得让他得到是没有问题的 你应该让他得到 但是如果说是一个烈焰高手 一个猎人来打猎的 咱拼死了也不能让他得到 大家都说猎物是最狡猾的 但实际上猎人是最狡猾的 其实很多时候男人是希望去动用一些谎言去骗姑娘的 然后很多女孩其实他们在咨询的过程当中 他就说说其实他遇到了一个坏男人 但这个坏男人说的话 现在想来他觉得确实是骗他的 他说明明我是一挺普通的女孩 他说但是他到了我面前是把我夸得天花乱坠 就险些让我觉得自己是仙女了 他说其实当时我也怀疑过 他说但是我就觉得一个男人这么迷恋我 我应该跟他交往啊 但是可能说过了这一阶段之后 他可能立刻对他失去兴趣了 其实男人追求女人的这个手段特别简单 就是使劲地夸他 把他夸得有点晕了 然后就一定能够得到他的心了 其实我也见过啊 你能不能在节目里告诉我们 怎么识别这种猎手 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男人其实不是特别有情调的动物 但是如果说一个男人在你面前 你都跳不出他的毛病来 他太有情调了 他能够让你在恋爱当中 每一个感觉都特别到位 甚至让你觉得有一种做梦的过电影的感觉 你真得好好考虑一下 因为这样的男人肯定是老手 在20岁的时候 大家可能想更多地去认认人 然后去选择一个对象 但是到了30岁的时候 你会发现女人在生命当中 她有一定程度上的这种尘埃落定的感觉 我们来进入一个投票的环节 今天投票的选项是 女人到底嫁给谁才能更幸福 A 肯熟型 B 高攀型 梦想嫁入豪门 C 下嫁型 条件太过悬殊的婚姻不可能幸福 D 门当户对 那么女人到底嫁给谁才能更幸福呢 我们清音苏秦老师的分析 其实我觉得A和D特别相似 为什么呀 因为一个人的生活圈子 他可能说跟他的背景是有相似程度的 再加上这种日久生情的 A 它可能是D的一个升级版 我们已经是这种好哥们了 我们之前有这种感情和了解的这种基础了 在这种基础上再更进一步 它可能是一种更方便的一种 感情的一种发展的模式 但是这个A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是什么 一旦你们要是这感情美好 一旦分手了 这可就麻烦了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种肯熟型是什么呢 它不光是牵扯到两个人之间的情意 还牵扯到父母两代人的这种感觉 所以很多这个父母就特别喜欢 把自己好朋友的这种儿子或者女儿 介绍给自己的孩子 但一旦这俩人要是崩了 这俩父母也没法见面了 然后另外一点 我觉得尤其是办公室的恋情 一旦你说分手了 你说抬头不见低头见 如果说我要是再交男朋友了 我男朋友就会想 我女朋友的前男友天天在他眼前 我自己心里也不舒服 所以说这个其实挑熟人下手 它有一定的风险 你最好是往好了发展 它如果说一旦有风险的话 后续的这种麻烦会比较多一点 另外一点高攀型 就嫁入豪门型 这个其实嫁入豪门的女人特别多 但是我觉得嫁入豪门 很适用于一种职业规则 你嫁入豪门了 别光想着自己是一个老婆 自己是一个儿媳妇 你往往也得考虑自己是一个打工的 你得适应这个家族当中的游戏规则 你得以一种比较成熟的职业心态 去应对这个婚姻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豪门婚姻 它对于这个儿媳妇的这种标准 它往往是需要你一种特别成熟的宽容度 要非常高的一种姿态 来在这个婚姻当中去生活 所以这个时候 你既然嫁入豪门了 你得修炼修炼自己的这个忍功 另外女人在择偶的问题上 其实女人是排斥下架的 就说一定要比我高一点 然后挣得稍微比我多一点 她会觉得说 如果我真的嫁一个不如我的 我在父母那儿没法交代 因为我觉得现在 其实很多情况下是父母的问题 因为我做过特别多的这种节目 就是说父母会坚决地反对 自己的女儿嫁一个不如自己家境的 这种男朋友 当时我记得现场来了一位丈母娘 义正言辞地说 我现在我女儿交了一个男朋友 这个小男朋友呢 虽然家里也有房 然后现在她也有工作 她说但是我反对我女儿嫁给她 因为我觉得她不够特别成熟 也不够有特别好的职业的这种前景 她说所以我特别坚决反对我女儿 现在他们要来往 我是坚决反对的 所以说很多时候 现在就是母亲或者说父亲 对于女儿的这种规划 对于女儿的这种未来规划 他们有她自己的一套路数 门当户对的 虽然在老话里听起来是挺过时的 挺落伍的 但实际上它是保障一段婚姻 到底是舒不舒服的一个关键 它其实是一个最简单的一种方法 也就是说它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磨合 也就是说最短的时间内去适应对方 而且在这个婚姻当中 一旦出现了什么问题的话 你会发现对方特别容易理解你 因为有可能也是她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其实30岁的女人到了一个人生的转折点 因为我一直是把20岁当成女人的一个挑选的阶段 也就是说在20岁的时候 大家可能想更多的去认认人 然后去选择一个对象 但是到了30岁的时候 你会发现女人在生命当中 她有一定程度上的这种尘埃落定的感觉 那她在接受了现状之后呢 她愿意把自己的人生从30岁开始做一个起点 做一个全新的这种规划的状态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而且我觉得30岁的女人最重要的是要做自己 你得把自己的生活给安排好 因为我们可以知道说20岁的姑娘 她还年轻啊 可爱啊 可能很多人愿意去疼她 去怜惜她 但是30岁的女人 你得自己好好照看好你自己 因为你如果把自己的这种一摊子事 打理好的话 那一定是一个30岁女人的成功 然后另外一点 我觉得一个女人到了30岁之后 友情特别重要 我一直都觉得说 女人在30岁之前 她是不需要朋友的 因为很多男孩去追她嘛 但是女人30岁之后 她才开始真正的认识到这种友情的重要性 所以我觉得其实作为一个30岁的女人 就不应该单单只把自己定位成一种女人了 你可能说要更有成熟性的 去接近男性的那种宽怀的那种气度 它可能说是保障一个30岁女人 能够活得更好的一个前提 其实我觉得30岁的女人呢 我们应该好好过自己的日子 你先给自己找对乐子 那你的生活一定是会很踏实的 倒诺 10岁的男人 10岁是 11